我是Linson again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不講房子 我們今天講那個 有關於紐西蘭創業的部分 或者是買小生意的部分 因為有一個觀眾呢 就問我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他說呢 我們夫妻倆 沒什麼事做 就在家帶小孩 然後一直想要買個小生意去做 然後在奧克蘭或在紐西蘭 有什麼生意值得去做 OK 那我們先不講生意的種類先 我們先講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這幾個東西如果 各位要不管是要創業或者是買生意 或者是在有這個想法的 各位我覺得你要聽一下 因為本人大概有十幾年的創業的 心酸歷程 當然有些成功的案例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先講幾個 那我就不介紹我自己 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晚上來聽講座 我就介紹我自己給你聽 那這裡不介紹我自己了 第一個我們先直接講重點好不好 你買生意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 如果你是買既有生意的話 既有的生意其實是租約 第一件事情租約 OK 那租約代表什麼意思呢 紐西蘭的租約齁 除非你是超級無敵大公司 除非你是上市公司 或者是那些 非常非常 呃 出名的公司 基本上你的租約都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再講一次 很重要很重要加上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你的Personal Guarantor 你是Personal Guarantee的傢伙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一個Commercial的租約齁 有個問題 因為第一個 你本身不知道你是哪位嘛 第二個 你又開一個不知道什麼樣的想生意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會做一件事情 要你簽個人的保證 什麼叫個人的保證呢 各位再聽清楚 個人的保證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生意經營不下去 不能繼續出租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你有一件事情會發生 他們有權利去查 去對你提告 然後再封你身家 什麼叫封你身家 譬如說你有房子 under你名下的話 他們是有權利去提告 然後去frozen 冷凍你的財產的喔 如果你付不出租金的話齁 所以生意的租約其實是一個 最要命的一個地方 最要命的一個地方 租約的長短 或者是你簽租約的過程齁 所以這是為什麼各位 我把這個放在第一樣角 因為很多人就說 我想開個小生意 我想賺賺錢 我有時間 那我就不想待在家裡 各位可以 但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聽清楚 你簽租約的時候 你是個人是保證人 保證人的意思就是 你生意不行的時候 你是逃不了的齁 你個人是逃不了的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常常在一些購物中心 開店 或者是去一些比較大的一些 building 裡面開那個 店面齁 有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大公司呢 這些大公司 他們都有比較強的 法律的顧問團隊 所以你們一定要很小心 在租約的部分 租約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你的勇氣已經做好了 你有這種勇氣的話 就是去打拼這個小生意的話 或生意的話 租約就是一定是第一個考慮的點 而不是你要做什麼生意 因為簽下去 其實不是簽那個子而已 你是把你自己的生家簽進去 OK 我再講一次 你是把自己的生家簽進去 第二點 我們講 做小生意的目的 做小生意的目的 OK 如果第一點 你做小生意的目的 是為了打發時間 那各位 建議在家做 做做一些 買賣的事情就好了 譬如說 從當地訂貨便宜 賣回你的原本的地方 譬如說 隨便哪裡買 把它OVERSEA 對不對 那你可以買再賣 這種就是錢收到的話 再發貨 對不對 那很多現在的快遞都很便宜 基本上 這是比較容易的 如果你的目的性 只是想打發時間的話 在家裡做就好了 千萬不要衝動 跑去外面租個地方來做 這個東西其實 可大可小的各位 可大可小 第二個 你的目的性 如果是 有兩種 如果你是買一個比較爛的生意 你想把營業額做好 想把營業額做好的話 再轉賣 這是你第二個目的性 對不對 這個目的性就很強烈 那各位 我跟你講一個重點 如果你在做目的性 就是想轉賣生意去購買 就是生意目前很差的狀況 你想去購買這種差的狀況的生意 想把它做好 各位 可以跟你保證一點 你一定會花掉你很多你個人的時間 家庭的時間 所以你會sacrifice 很多你目前既有的生活 既有的生活 所以就說這個目的性很重要 目的性很重要 第三個 如果你是想做一個 從零開始的新的創業 第三個重點 新的創業 從零開始的話 各位 我現在的建議是 先把你一些基本的客戶啊 或理清楚在哪裡 第二點 你可能可以先從什麼方式去呢 第一個先從網站上面找手 那或者是你可以去幾個 紐西蘭比較受歡迎的網站 把你自己的產品 連到他們那裡 譬如說 紐西蘭有幾個 比較大的 價格比較網 就是 比較價格的 如果一樣的商品 他們會比 1234567 對同樣的商品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的價格低的話 自然就有人買 那如果你不是這種 同質性的商品的話 各位 這個就 你就一定要做到一個 所謂的 Niche Market Niche Market 為什麼叫Niche Market呢 因為我舉個 比較特別的例子 以仲介的 仲介他們很多要送禮物的 對不對 他們要送很多禮物 送禮物送花 甚至是 送酒 對不對 那很多公司 也在家裡做 有些這樣的公司 也是家裡做 他們就幾個 他們就做一兩個 比較精緻的網站 然後呢 給大家選擇說 禮品包裝 Package1234 有50塊的 60塊的 70塊的 150塊 就是這種價格區間 然後給大家選擇 那這種的網站 其實你在家裡做 也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網站的 presentation很重要 所以說 目的性很重要 真的現在在這一個 比較動盪 比較不安的環境裡面 我建議各位 我們從最小的投資開始 就是一個網站上的投資而已 最小的投資開始 可以先搞定這個 再去想其他的 因為其他的 其實成本都很高 而且重點 你會把你的時間花進去 不見得會有回報 各位再講一次 你會開店的目的性很重要 如果 如果我剛剛講第三點 你就是 如果你還不確定 你的客人在哪裡的話 各位 建議你就不要太衝動了 如果你不知道 你客人的客群在哪裡 好不好 第三個 可能就是有些的目的性 就更強烈 第三個 我做生意 就是做來賣的 那什麼叫做來賣 我就是炒賣生意 各行各業都可以炒賣生意 那炒賣生意有很大的要點 就是你的公司的 cash flow 你公司的賺的 profit 你公司的 turn over 你公司的 debit 就是你公司的外在 這些零零種種 還有加上 你本身這個公司 客人是誰 這都會取決你一個 resell value 就是如果有人要買的話 他們基本上 會要求你三年的財報 三年的財報 甚至將來 一到二年 一兩年的 forecast the sales forecast 那這樣的狀況 基本上就是 你是為了做賣生意 而準備的準備 對不對 所以你買任何的公司 或者創任何的公司 again 回到第二點 你的目的性 一定要很清楚 你的目的性 一定要很清楚 然後我剛剛說第三點 就是你創公司是為了 resell 就是把這個生意賣掉的話 你要想一想 你的投入的成本 跟你將來所謂的 goodwill 就是你公司的 reputation 這個goodwill 值多少錢 值多少錢 好 如果你只是想做一個 很普通的生意 進口買賣這種生意的話 有穩定的客群 基本上你被幹掉的機會是很大的 很大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複製你的形式 是很容易的 除非他沒辦法找到你的客群 那就沒有辦法 那就代表你有很特別的管道 齁 那沒問題 如果你有的話 或者是 就是 就是你賣生意最高價值的是什麼 就是你在做 欸 這個是很重點的 各位你聽一下 就是怎麼樣可以把你生意賣到最高價 就是你在做生意的同時 創造了品牌 在做生意的同時創造了品牌 那為什麼說怎麼樣把你生意賣到最高價 因為 這樣的生意的取代性就是零 因為這個牌子就是你的 對不對 這牌子是你的 所以 我們在外面聽到什麼很多講座啊 那麼有的沒有 五四三二一 跟你講 呃 很多不同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其實 最大的精髓 在於 賣生意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最大的精髓 就是 你這個生意的替代性 還有你這生意有沒有具有品牌 我舉一個很普通的例子來說 好不好 一樣是一雙鞋子 一樣是同一間工廠 對不對 白牌的 就賣 30塊紐幣 40塊紐幣 就是還品質不錯的齁 那如果加一個 GoGo 就叫Nike 這雙就要賣 149塊紐幣 可能五十幾塊的不會差哦 可能再加一個GoGo 就多一百塊錢 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嘛 就是goodwill 就是說你這個牌子值得錢嗎 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 你用最少錢的資本投入 記得一件事情 品牌創造的效益 必須是 在你這個生意裡面 佔有一個很大的成分 好不好 這樣你才可以回收最多的錢 嗯 基本上講完了後 那就是三點吧 如果以紐西蘭做生意 我覺得 我應該是回答到 我們那個觀眾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留言吧 好不好 那我覺得大概 我們就講一下這幾個點 可以回顧一下租約 目的性 租約 目的性 還有轉賣的價值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現在不講房 OK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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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